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要报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解放军作战部队全副武装 登春晚 杀气腾腾 吓唬谁 农历年初一 党媒齐寒 把日子过更好 中国支教变质 为留学申请混资历 继杭州之后 北京组写表示 没有梅西相关比赛的计划 TikTok将面临欧盟巨额罚款吗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视的报道说 中共的官媒央视在2月9号的除夕夜播出的春晚 赫然出现了中共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的66477 装甲部队的官兵端枪上场演出 并且高唱中共的军歌 有报道指出 虽然解放军以往也有文工团 仪队等一些单位登上过春晚 但是作战部队在春晚当中亮相却是头一次 报道说 央视每年农历的除夕夜播出的春晚 在中国的民间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注意 但是在2月9号晚上 这批头戴钢盔身着土黄色的迷彩服 手持长枪的解放军官兵出场 还唱着中共的军歌决胜 引起了不少观众的注意 根据节目旁白介绍 这批出场官兵 除了属于解放军文艺工作系统的文艺青旗队之外 还有隶属于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的66477装甲部队 引起了外界的注意 按照惯例 央视春晚每年都会安排与解放军有关的节目 而根据香港媒体星岛日报的信息说 往年登上春晚的解放军的部队 绝大多数都是文艺工作系统的部队 至于其他的单位解放军的仪仗队 也曾经有多次登上过春晚亮相 而解放军的航天太空大队 也曾经登上过春晚的舞台 但是作为作战部队登上春晚 今年则是首次 根据报道说 在2月9号在春晚登场的66477部队 是隶属于北京卫戍区 且长期驻守北京的装甲部队 配有各式坦克 同时这一部队是解放军当中少数的 会对外兵开放参观的样板部队 以往经常对访问中国 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外国军队将领 开放参观 央视春晚首度有作战部队来亮相 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其中带枪上春晚受到了讨论 有部分中国网友以及海外人士认为 象征祥和的春晚出现了这种杀气腾腾的内容 显得突兀不协调 甚至给人要打仗的联想 另外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央视的春晚当中 一档解放军手持步枪的表演 明显与其他的演出风格不同 南卡大学的教授谢田向美国之音表示 这场表演包含了抢滩登陆 以及飞弹骑射等一些元素 可能有恐吓台湾的意味 中共的官媒 央视在除夕夜的春节晚会节目上 一档由解放军文艺青旗队和北京卫戍区的66477部队 带来的军歌决胜的演出 明显与其他的表演画风不同 在这出表演当中 解放军手持步枪踢正步 舞台上还能够看到新式的战机 坦克潜水艇以及抢滩登陆 还有导弹骑射等一些影像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博士 向美国之音表示 这样一档表演在春晚当中出现非常的不妥 画面不和谐且充满了血腥和杀戮的味道 谢田表示中国新年理应当营造祥和的气氛 欢欢喜喜的一新年辞就岁 但是中国显然将它作为一种宣传的工具 他觉得中共除了显示嗜血本质和暴力之外 还有其他的用心 那就是习近平想恐吓中国人民 还有海外的华人 谢田说过去几年的党代会上 也能够看到类似的情况 中共动用带着刺刀的士兵列队 踢正步步入会场 借此来恐吓参加会议的中共官员 树立习近平的个人权威 而春晚的这档表演如出一辙 针对舞台上出现的新式武器的影像 谢田表示这具有恐吓台湾的味道 谢田说抢滩登陆以及导弹骑射 具有恐吓台湾的味道 同时也给美国一点颜色看看 表明中共的野心 他觉得中共实际上送出一个很微妙的信号 他可能对台湾或者是在南中国海动武 可能跟西方自由世界发生冲突 解放军在表演当中高唱 逐梦将场我们决胜未来 谢田说这首军歌决胜 实际上只是中共用来吹嘘自己 给军人和老百姓鼓一鼓劲而已 谢田说这样的一档表演毫无艺术和娱乐价值 士兵步伐单调画一千人一面 动作一律就像是战争机器 他说这个时候不是所谓的国庆日或者是雍军日 你可以展现你的力量 这种时候看到这种画面实在是非常的不和谐 报道表示在2023年一年当中 包括了中国的国防部长 还有火箭军的主要指挥人员的十几名的军方高级将领落马 让人们对中共解放军对习近平的忠诚程度和战斗力 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另外在2月10号的时候 中共的党媒光明网的一则 而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解放军的北京卫戍区 是作为中国的首都卫戍区的一个解放军的省级军队 也是解放军陆军政军级的单位 北京卫戍区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和平时机 巩卫首都的安全 为战争时期掩护中共的机关转移或者是撤离 防御外敌反恐以及震报等等 北京卫首区同时还承担着北京市的国防动员职责 好再来看一下年初一党媒齐寒 把日子过得更好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继中共的党媒人民日报日前发表了 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的报道之后 其他的中共官媒在2月10号 也就是中国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 纷纷发表了正能量的社论 其中光明日报的社论宣称 过去一年中国街巷的烟火市面的繁荣 尽管全球经济依然低迷 风景这边独好 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在2月8号的时候 在中共中央还有中国国务院的春节团拜会上声称 中国2023年推动经济恢复发展 粮食总产量再创新高 就业物价总体平稳 放眼全球仍然是风景这边独好 光明日报的这篇题为把日子过得更好的社论表示 过去一年中国果断实行疫情防控转断 街巷的烟火市面的繁荣 告诉中国人已经走出了那段艰难 尽管全球经济依然低迷 中国开出的1.7万列中欧列车 还有中国创下的126万亿的经济总量 风景这边独好 这是中国向全球发出的宣言 这篇社论还表示中共从成立的那天开始 无时不刻不把老百姓放在心间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他们奋斗的目标 这个目标体现在菜篮子更加风盈 物价更加平稳 邻里更加和谐 每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展现 天更蓝水更清花更艳 又有所欲学有所教 老有所得病有所依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若有所福 每个人的笑容更加灿烂 而中共的官方媒体 《星星报》在2月10号的时候 也以春天14亿份愿望向上生长为题 发表了社论 当中表示2024年龙年期待经济平稳发展 托举每个人稳稳的幸福 期待股市大盘上行 国民的钱袋子能够鼓一鼓 期待老人平稳顺遂 老有所养 期待孩子学业进步 健康成长 期待每一个人 原始丰饶 这篇社论又说14亿中国人是一个大家庭 14亿人的龙年愿景是14亿份期待 也好似14亿颗种子 而每一颗种子4亿生长的背后 就是浩浩荡荡的时代浪潮 就是在新的一年里面 中国人要一起奋斗和奔跑的方向 另外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在2月10号的时候 则以满怀憂憬向着春天迸发为题宣称 江苏过去一年稳扎稳打稳健开局 从及时保障企业运行到赋能产业集群发展 陈酌应变主动抢机遇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还说陈甸甸的成绩可感可知 江苏新潮涌动日新月异 发展动能更足 韧性更强 社论还表示江苏必须落实好 习近平赋予重大任务 努力交出一份走在前做示范的好答卷 还说希望的种子正在春天积蓄能量 怀着美好的憧憬 带着破土而出的雄心 向着光滑灿烂的世界迸发 而中共的党媒人民日报 在2月2号的时候曾经发表了题为 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的报道 内容是对德国共产党国际关系书记科佩的专访 科佩当时声称 中国在住房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进步明显 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准得到很大提升 说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众多的中国网友却针对这篇报道大举怒骂以及嘲讽 纷纷以4000多只股票带涨 涨幅空间巨大 重大决定性胜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继续吹不要停 人民日报真是一份好报纸 在社会主义国家 只要不炒股 不买基金 不买房 不创业 日子都过得轻轻松松 生活蒸蒸日上 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好再来看一下继杭州之后 北京足协表示没有梅西相关比赛的计划 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 继杭州市的体育局宣布 今年3月份的阿根廷队在杭州的行程取消之后 北京足协也表示 北京目前没有举办阿根廷足球明星梅西参加的相关比赛的计划 北京市足球运动协会在星期六 也就是2月10号的时候 最后在官方的微博当中发布关于梅西来京比赛的声明 声明表示 近期许多的球迷和网民朋友询问梅西来京比赛的信息 根据核实北京目前没有举办梅西参加的相关比赛的计划 报道表示 梅西2月4号在香港表演赛当中没有上场 引发了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球迷的不满 事件后续的效应愈演愈烈 杭州市的体育局在星期五也就是2月9号的晚上宣布 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取消阿根廷国家队原定于今年3月份在当地进行了比赛 阿根廷足球队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曾经在微博当中表示 今年的3月18号到3月26号将到访中国进行两场友谊赛 比赛的地点分别是杭州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还有北京的工人体育场 微博当中并没有明确表示梅西会参加比赛 好再来看一下TikTok或被欧盟调查又将面临巨额罚款吗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表示 出于对未成年人构成风险的担忧 欧盟据报你对TikTok展开调查 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或将面临高额的罚款 与此同时TikTok不满被列为看门人的上诉被驳回 将接受更为严格的监管 根据彭博社在星期五也就是2月9号的时候 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指出 欧盟委员会将在未来几周之内 对短视频社交应用程式抖音的海外版TikTok展开调查 理由是担心TikTok为遵守数字服务法案 所做出的改变不足以保护未成年用户 当被问及彭博社的报道时 TikTok的一名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 TikTok尚未收到欧盟委员会关于调查的通知 并且定期与欧盟当局进行对话 欧盟委员会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 目前欧盟委员会的讨论仍然在进行 欧盟仍然有可能决定不对TikTok展开全面的调查 但是调查可能导致TikTok的所有者总部位于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 遭到巨额的罚款 2022年生效的数字服务法案要求大型的网络平台和搜索引擎 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应对非法内容传播和降低公共安全风险 该法案对内容审核用户隐私和透明度做出了新的规定 任何被发现违反的公司都将面临高达年度全球营业额6%的罚款 反复违规的公司甚至会面临被禁风的风险 去年12月份的时候 欧盟监管机构根据数字服务法案展开了首次正式调查 目标是马斯克的X平台 以确定该平台在处理非法内容和虚假信息方面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 欧盟监管机构去年挑出了19个网络平台和搜索引擎 作为值得审查的大型实体 并一直在向他们询问信息 其中就包括了X 以及拥有脸书 Inscreen 还有WhatsApp的原集团 以及谷歌的母公司 还有其他的在欧洲拥有超过4500万月活跃用户的公司 自从TikTok被认定为大型平台以来 欧盟已经多次的向其发出了信息请求 其中就包括了询问该公司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护未成年人 尤其是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的风险 以及儿童使用其服务的方式 报道表示 去年9月份的时候 欧盟的监管机构指责TikTok 未能够完善的保护好未成年用户 向其开出了首张罚单3.45亿欧元的罚款 罚款的决定是经过阿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 为期两年的调查之后做出来的 这家监管机构在执行欧盟严格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 2018年生效的该条例是欧盟有史以来最严格 最出名的科技法律 确保公民同意其数据的使用方式 TikTok在世界各地拥有大量的用户 但同时被不少的国家视为安全风险 特别是字节跳动被认为有可能会为中国政府提供用户的数据 尽管北京于否认 但是该短视频平台在一些国家被限制使用 去年在收到欧盟的罚单的几天前 TikTok被欧盟委员会根据数字市场法案列为看门人企业 同北归为看门人的还有亚马逊原集团以及谷歌的母公司苹果微软 欧盟将看门人定义为年营业额至少75亿欧元或市值至少750亿欧元 其中央服务平台在欧盟每个月拥有至少4500万活跃用户 每年拥有一万名活跃商业用户的公司 这些公司通过平台和服务 为商业用户提供了通往最终消费者的重要门户 好 再来看一下中国支教变质为留学申请混资历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今年寒假有来自北京的高中生赵赵收拾了行囊远赴中国的广西 参加支教的志愿服务 这名有意到英国读书的少年表示 他的老师还有学长告诉他 支教经历有助于未来申请学校 因此那就去吧 就当玩了 支教是指的支援落后地区的中小学教育 微信公众号显微故事引述了大学时代 也曾经到中国广西南宁支教的佳琪的话表示 当年和同学从武汉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南宁 在转展乘坐大巴 中巴才到了学校所在的农村 足足花了两天的时间 佳琪回忆表示 吃住都在学校 学校里面有宿舍也可以做饭 但是条件很简陋 就是几根铁条焊起来 上面再放一块木板 虽然条件艰苦 但是佳琪说 那段时间过得很充实 他表示一部分人在学校里面教课 主要是传授一些课外知识 对文化课涉及不多 另外一块就是走访困难学生的家里 记录家庭情况 回到武汉之后组织募捐一对一的帮扶 帮助孩子们解决实际困难 才是他们的主要工作 曾几何时 当年让许多热血学生投入的支教服务 现在已经变质了 以赵赵的话来说 他参加的寒假广西支教项目的地点 在著名的风景区桂林的阳朔 而亮点包括了严栋川岩 夜游离江等一些游玩的内容 时间为八天 费用为人民币七千八百块钱 加上北京往返桂林的机票 成本近一万块钱 赵赵在北京顺义的一间国际学校读高二 为了申请到理想的英国学校 父母为他安排了各种可以加分的科研竞赛项目 而支教是其中耗时最短也最轻松的计划 赵赵表示老师说 这个志愿服务经历在申请的时候会容易些 那他觉得那就去吧 就当玩了 微信公众号显微故事引述了留学行业的从业者 陈聪的话表示 支教项目可以提升留学申请者的背景 他们与专门做青少年公益项目的组织合作 让学生参加相关的活动 拿到国际认可的志愿服务证明 如果候选人除了竞赛和科研成绩 还有一些志愿服务的背景的话 对于提高申请的成功率很有帮助 报道表示 中国的社群媒体不乏支教旅游团的宣传 今年1月份出发的就有6天3950块钱的 贵州动债志愿项目 以及12天13000块钱的西双版纳少年支教东令营等多个项目 支教变质为旅游与学历杜金 不少中国网友对于支教沦为利益链感到难过 有网友批评表示 短期支教真的亵渎了曾经一腔热血跑到贵州支教的他们 还有人建议支教流团存在商业化的倾向 但是真正需要支教的贫困山区项目往往招不到人 官方需要加强对支教的教育和规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